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TEST是他真的会把你储存格里面的资料转成你看到的样子 也就是说呢084透过TEST真的就变成一个文字 因为0开头一定是文字不可能是个数字 所以他真的帮你转哦 所以要怎么转啊你记得就000 那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假如说把这个格式把它改回来好了 改回原来通用的 ok 然后呢如果这样要转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函数里面呢 使用文字函数里面的这个TEST 所以往下找一下TEST 那他里面会告诉你啦 实际上就是一个value value就是里面的值 再来就formatTEST 这个formatTEST 实际上就是你刚刚按右键 所以格式里面制定的那一串东西 放在第二个参数里面就ok了 那我们试一下 按确定value指的是84 那formatTEST就是000 不过呢因为他是一个TEST 所以你只要看到TEST 理论上前后都要加上什么 双引号 TEST就文字 那在ESEL或在VBA里面都一样 反正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就对了 这个概念要有哦 你如果漏加也不会显示 是正确哦 我记得好像这个 如果你这样子啊 他会变成84 不对啊 你记得一定是 前后加上双引号 好这样的话ok了 按确定 084出来了 而且这个084 不是刚刚那样看到里面资料美感 里面真的存下来的资料 就确定是什么 确定是一个文字了 ok TEST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利用 第二个方法 那我可以吗 09END END 有没有 然后这个储存格 再来的话呢 END 什么呢 END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呢再END 特别之后 这个 后面的话就一个TEST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TEST 前刮符 VALUE 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 Format TEST 的话呢实际上就是 0 0 0 记得前后双引号不能少 后刮符 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这个跟REP加以论比起来 这个简单多了吧 ok 所以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很多地方 你只要找得到它的那个格式的规则 可以从哪边找 反正你将来再按右键出来 制定一下 那一串复制贴过来也可以 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那就直接把它打个勾 就出来了 后面东西就是 把这个复制一下 跟刚刚一样 贴到后面去 把这一个G4 改成这个H4 再打个勾 有没有 点两下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理论上 其实 那个 以上里面的函数 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那就看能用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 他就绕很多圈 你在那边转圈圈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好像因为他 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函数 所以他只知道其他函数 那所以当然 如果你可以全面 建议 所以 在以上里面 我是建议 如果你很多函数 都没学过的话 这边从头到尾 请你没事瞄一下 那也许你暂时不会用 没关系 那个468招里面好像都有 我发现他那个 蛮全的 蛮常用的 蛮常用的 像什么fine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fine 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诸如此类的 然后 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聚集录制 跟产生按钮 因为 再来就是函数部分 大概就先到这边 再来我希望 我每天都做这件事情 我当然会希望说 我把它做成按钮 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 那最好呢 旁边 我希望 产生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它 自动帮我完成 另外一个按钮 是帮我清掉旧的 重新再来 反正两个按钮 然后没有 以后练习就这样 一个是产生结果 一个是清除结果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完全 还不会写VBA的同学 那没办 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学会 录制聚集 我刚刚讲过 其实VBA最厉害 跟其他语言比起来 像Python 像Java 像C Sharp 这种 或是C语言 都没有说你不会写 可以让你用录制的 没有这回事 不会写就不会写 但是VBA可以 你不会写 没有关系 我可以帮你录下来 给你参考 所以很多时候 像我们有些功能也不会写 怎么办 没关系 先录录看 然后看一下它怎么写 再去修改一下 也可以变成我要的功能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网路上的资料 那它这边有一个资料 从Web的功能 可是问题 这个程式我没写过 我怎么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 你可以录下来 部分是录下来 部分是你自己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了 就会很像拼装 拼装出来的东西 拼装车 可以上路 而且还可以改的非常多 很多东西不会写 没有关系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就是 如何 录制聚集 第二个呢 录完聚集之后的话 再把它产生两个按钮 反正至少第一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着 先 我刚刚动作是 一把这个工作表拖拉的时候 顺便按Ctrl键 Ctrl键就是等于是 多复制一个工作表 二的话呢 把旧的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重新再来一遍 Ctrl Shift向下 就是整个向下选取 Delete比较快一点 然后再利用那个Test 待会我们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之前 请你一定要先把一个东西叫出来 叫做开发人员 这个开发人员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那你要怎么把它叫出来呢 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你如果没有开发人员 没有录制聚集 没办法录 按确定 开发人员出来了 录制聚集 OK 所以待会呢 做完之后呢 请你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开发人员 如果你把它叫出来呢 基本上 等于就象征说 你又向前 又提升了一个level了 因为会把开发人员叫出来的话 表示你应该 就是做一些开发的动作了 所以有些办公室 发现同事之间也会互相瞄一下 你的电脑上面 Esser有没有开启这个 如果有开启跟没开启 应该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面先 好像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刚刚提到的test函数 先试之后 这个test函数非常的重要 其实蛮多地方 都可以利用test函数 帮我把 可以原来看得到的格式 也真的转换成你需要的 那样的资料 那常常 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应用 就是说 像如果你有一个编号 里面可能有什么 有日期 有什么一堆的 那你如果要去抓取里面的资料 常常会发现 你没办法去切割 它里面某一部分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用test去转 转完之后 其实就真的可以变成你要的资料 这个test我想 后面如果还会用到 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 第一个先把test做完 第二个的话 再去开启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好